一个男人凌晨倒闭在港铁大学站月台 怀疑是在月台边缘被列车撞倒 又曾任职港铁的立法会议员说 大学站月台比较弯容易有盲点 建议引入人工智能协助 港铁大学站职员大约凌晨凌时30分报警 说发现一个男人倒落在往金钟方向月台上 救援人员当场证实已经死亡 警方初步调查之后 说20岁的事主在月台边缘 被一架正离站的列车撞倒 头部严重受伤 身体也多处受伤 曾任职港铁车站经理的立法会议员张恩玉说 冬铁线车长一般要向月台长确认安全才可以开车 但不排除有盲点 始终冬铁月台比较长 尤其在大学站应该是整个冬铁来说 那个弯位最多的车长车头那些就一定看不下了 在月台长即月台的职员 其实他虽然有那个CTV帮助 但也都有机会不是所有的每一个位置都看得到 港铁5月开始陆续在东铁线安装月台杂门 马长站和大埔墟站已经动工 张恩玉说 全线安装好杂门都未必完全稳妥 早前在官堂的事故 我们看到就算有这个月台杂门 其实都有机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安全事故 可能在CCTV系统都加入一些人工智能分析 可以掃整条轨道的范围 然后有机会可以提前给到一个警示 给到一些车长、月台奖 他提醒乘客等车的时候要避免超越黄线 无线电视机者 林俊天到